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小涨了15.24点 刷盘指数11576点 涨幅0.13% 成交金额因为MACI的半年度的权重调整生效 所以爆量成为了1995亿元 OTC市场也则是上涨了1.07点 刷盘指数是144.97点 涨幅0.74% 成交金额406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国泰政企顾问处经理 蔡敏翰蔡经理 谢谢蔡经理 那么台北股市这两天 其实它算是金金涨 就每一天其实上涨的幅度都不算太大 连续三天 那么而且如果以这两天来看的话 它反而是一个小黑黑 就是它的收盘其实比开盘来的低一点 虽然是小涨指数了 但是就K线来看 其实是小黑K 要如何的来看待这个金金涨 OK 这一块来讲 我们跟大家提到 在目前现行来看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 刚刚提到这个黑K的一个部分 显示这个市场的信心 还是有稍微呈现缺乏的一个问题 第二来讲 可以看到说固然这个在昨天指数 因为这个尾盘压回 所以这贵买的一个部分来讲 表现是相对比较佳 可是如果说大家用周线 严格来讲已经有接近两三个月 其实OTC都一直维持比较疲弱 那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盘面是呈现 比较这个多方控盘的一个市场来讲 通常呢市场认为风险不高的情况下 都会尽量选择中小型 比较活泼的个股 所以照理说如果多头格局的情况下 OTC应该有相对比较强势 那第三来讲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从美国的 这个美股来讲 其实这个结构上 也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跟大家提到说 美股看起来好像很强势 甚至在这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阶 可是如果从结构来讲 这个如果一样的问题 当多头来的时候 其实照理讲科技类股会相对比较强 可是近期比较麻烦的 就是在废范的一部分 稍微呈现偏弱的格局 那这块来讲 也都是这个比较影响信心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 我也觉得应该是 所有最重要的部分来讲 应该是这个资金流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10月以来 9月10月 其实连续两个月 新台币都不断的这个强势升值 那造就这个资金行情 外资拼了命的 一直持续的一个买超 那近期来讲 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 新台币的部分 已经开始明显的一个转弱 那开始有这个要回扁的一个味道 那当然说目前来讲 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月线附近 震荡整理 还没有出现这个 大幅的资金开始逃窜的现象 所以如果说风险也没有 也没有大幅拉升 只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资金派对不像之前一样 每天不断的这个外资 持续买超 所以大家常常在讲 这个近期的外资 好像感觉比较保守了 那最主要的因素来讲 就在新台币这个领先指标的部分 有稍微呈现停顿 所以呢 这一块来讲 我认为建议投资朋友 后续重点的指标 应该还是要回归这个新台币身上 希望新台币能够 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升值 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来讲 要升值去突破这个月线 让市值高速市场说 这个资金派对没有结束 这样的情况下 后续大盘的部分 才有机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再度带量转强 所以您是判断说 如果新台币能转强的话 刚刚你前面所提到的 不管是OTC的疲弱 或者是科技类股 可是科技类股 那是美国股市的 所展现出来的 费城半导体的疲弱 就能够都克服得了吗 是 可以 讲到很重要的重点 如果真的新台币转强 刚刚提到的这些负向 因此都会明显的消失 因为刚刚提到 如果新台币转升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暗示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美中贸易的风险降低 资金自然会流向 风险比较高的市场 那自然OTC就有机会转强 自然包含 包含美国的科技类股都会转强 所以最后就提醒大家 最重要的观察指标的一个部分来讲 还是在这个所谓的新台币身上 那只是固然听起来 好像都在讲负向讯息 那会讲到说 这指数又高档又持续 如果出现黑K 这样来讲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又告诉大家 固然刚刚提到的负向因子 都是造成指数无法持续 传高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呢 这个拉回的空间来讲 因为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月线持续往上 那只是说我们放出这个全世界来讲 无论从美股来亚股 除了一些 这个包含陆港股 自己有问题的个股来讲 位阶比较低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这个月季线之上 所以台股呢 自己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要自己独自跌破这个月线的机会来讲 我们认为也不高 所以短线来看 应该就会维持这个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 而且量能持续 可能还是会持续比较低迷 那只是说除了我们刚刚也提到 除了排除昨天这个MSEI调整之外 其实后续来讲 这个量能大致上都会低于月均量 大概就在1300亿 所以跟大家讲 持续观察两个重点指标 一个就是新台币 希望它能够强升突破月线 另外一个 如果真的这个状况来的时候 很重要会伴随什么现象 就是量能的部分 你会看到盘中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预估量来讲 能够有效地突破 这个目前的月均量的关卡 就是1300亿 如果出现这样两个现象 这个投资人就可以再度 呈现比较这个积极的一个态度 所以短线上面 所以基本上并不看淡 它只是一个高档整理而已 就算这些弱势的因素存在 它只是整理不能突破而已 那要突破 你就刚刚提到那两件事情了 一个是新台币升值升破月线 然后第二个是量能在盘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突破1300亿 这两件事情呢 它是要end还是 就是要同时存在 还是只要单一的因素存在就可以了 理论上来讲 应该跟大家提到 第一个就是新台币如果突破 就是比较长波段的 如果呢 只是第二个来讲 就是跟大家讲 希望短时间会有一个反弹 有机会再去挑战这个高点 但是空间来讲并不会太大 OK 所以如果只是量能增加 空间有限 如果新台币能够升破月线 新台币如果要升破月线 大概要升到 这个空间也不大 其实应该来讲 目前来讲 就是在月线附近震荡整理 如果说目前 月线的位置 大概就在30.47左右 其实跟目前30.15 其实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距离 但是它目前就一直在月线排回 没有办法有效突破 所以这也是外资 为什么一直这个 裹足不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拿31.4做 是30.4 然后作为一个指标 如果真的升破30.45 然后而且是连续三天的话 或者是这个升破的这个幅度比较大的话 应该就有机会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只是再次跟大家提到 短线高涨震荡整理 那既然这样子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涨的时候不要去追 那如果刚才提到 拉回的空间不会太大 所以如果说指数拉回到月线附近 就可以稍微做低阶去做一个价差交易 在产业类别的部分呢 选择的部分呢 产业类别来讲 还是跟大家提到 如果后续真的乐观来讲 这个电子是不可或绝的族群 那今年来讲应该从基本面很明显 就是还是以电子业为比较重要的主角 与手机相关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这个今年表现好 那加上说明年又有这个5G的题材 所以这一块来讲绝对不会缺席 那只是跟大家提到 这5大族群来讲 包含这个所谓的光学镜头 那包含PSM化架族群 PCB 散热 那跟半导体 这5大族群 那特色来讲 就是跟大家讲 它是不断的一个健康轮动 最近比较好来讲 应该是之前这个所谓 跌深的这个散热来讲 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转强 那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讲 都是短线投资人来讲 可以去这个持续这个偏多操作 很重要的方向 那包含半导体来讲 也还算相对强势 那至于其他比较中长线的投资人来讲 就可能要反向颠倒了 就跟大家提到 你不要这5个哪个墙的时候 去追哪一个 因为它会一直健康轮动 你每一次转墙 报纸在讲说 这个状况不错的时候 你一追 它可能两天后又熄火 那反而就跟大家讲 这5大族群 到明年农历年前 一定都还是这市场主角 那建议大家很简单 买什么样的族群 就刚刚那5大族群之中 那你趁着这个 哪一个休息的时候 报纸不提 量能持续缩减的时候 反而是给大家 很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这5大类还是标的 只是不但要买黑不买红 而且是买在市场 不关心它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热闹的时候 去追捧 是 那这一块来讲 相对就胜率就会很高 因为对的这个族群 那重点是在对的时间介入 那这两个 如果同时能够成立来讲 我就觉得在操作上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所在 光学镜头 PA放大率 PCB 散热跟半导体 是 不过这些族群都非常的大 你都会首选龙头吗 对 是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来讲 就是这个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不要自己去认为 哪一档是别人没有发现的个股 那简单来讲 把握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法人有买 另外一个来讲 就是今年涨多 不要说 不要去找未接地的 今年能涨多就是代表它的业绩非常的强势 那告诉大家 这个强势的这个业绩是绝对是延续的 就刚刚提及的 今年下半年 其实手机就已经开始翻转 明年还有5G的一个态势 所以把握着两个原则 从这5个族群之中选择内外支有买 但不代表近期有买 就是今年以来呢 它会买会卖的 那另外一块来讲 就是今年涨多的 就表示基本面好 那理论上这些来讲 都是刚刚提到的这些族群的龙头 那只要呢 这个市场不关注 甚至拉回 甚至出现利空拉回的时间点 反而是很好的揭入点位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国泰镇 其顾问出经理 蔡明汉 蔡总把大盘一直到产业 还有介入的时间的方式 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蔡明汉 蔡经理